左營警察分局的重訓激勵館 設在聯合辦公大樓九樓 人民的保姆在公務之餘 就變可以練習 每位同仁都有一本健康護照 自行記錄運動時數和監測結果 經過一段時日練習後 每個人的肌肉都很給力 因為我們警察在勤務上 需要日夜輪班 甚至有時候都需要處理 一些最起逃犯或是等等的治安工作 對同仁的體力消耗也是相當大 那提供這個良好的場所 可以讓我們的同仁在清雲 也可以做一個自我鍛鍊 對於我們整體的治安量能的提升 以維護都有非常大的注意 激勵館內的重訓器材設備 是一間健身房業者正宇 左營分局警察們充分在利用 連女性同仁都加入重訓行列 精神意義神采飛揚 平常的話因為下班 我們通常就是執勤 就是其實勞累度還滿高的 所以下班的時候 然後其實也比較沒有什麼力氣的 我通常都是跑步機 大概就是跑30到40分鐘 大概8K左右這樣子 左營分局的激勵館 是在我們長官的努力 民間奔走之下 跟健身跟工廠進行合作 那他也捐贈給我們相當豐富的器材 提供給我們同仁情於 有這個自我提示能鍛鍊的好地方 有了重訓激勵館 左營警察分局同仁健身有道 顧健康 拼治安 成為高雄市民最堅強有力的後盾 左營警察熱線健身 維護治安及霸奔 記者金建宗 高雄發達